這個朋友說 早晨兩位想問Tesla未來怎樣看 它的貨底是850美元 他說應該持有還是減持呢? 今年又上網多少呢? 另外早段的時候也有個朋友問Tesla 他說Tesla會不會見六字頭 之前他八字頭的時候追入了 現在又有些協議 他說應該怎樣操作呢? 是Vincent來的 同一個答法 買了Tesla 每天說一次 100次Tesla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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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勝利 那你買Tesla是這樣的 而且Elon Musk 個人你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你看他做的事都知道 都是難搞的 當然 說真的 你反過來想回當天你八字頭買 你一定覺得很划算 是呀 因為賺了1000元 八字頭當然划算 現在見到七字頭的時候 你又覺得又負責 那沒辦法的 是 你又未必買到一個低位的 是 所以我李生我都曾經輸過錢的斷炒 那我最近又賺回七百多 我就博一下炒一下上落 我想近來的事都是這樣的 是 記住 強如Tesla 你也是炒波幅的 你都不會像之前 1200、1300、1400、1500 是不是乾媽還是看二千多 是 你看乾媽現在都已經這樣 是 她自己都 她都難搞少少 是呀 那些乾仔都很難搞 所以你要明白 所以 看看動態去做操作 是 我不夠膽買她有沒有機會見六百 是 你要玩的話 她可以玩到很低都可以 是 所以 對 希望你不是太大主動 我想要有少少 就是承受到風險 也都 這個挺好的一個 不要說教訓 是 挺好的經驗 是 就是你覺得很划算的時候買了下去 原來她是有機會再跌的 是 那你就要想回你的初衷 我八百米買的時候 我覺得她應該會上一千 是 但是你中間可能會經歷到跌到七八的過程 是 是 那就是信念 是 如果說有貨八百五十美元 那你就建議她應該繼續持有 還是 哎呀算了閉上眼 當買個教訓 我先坐著 我最近市場是在炒反彈的時候 我覺得有權上八字頭 離身我是 我再離身多次 我有拿著的 當然上去上八字頭 好 我先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